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性地探讨中国最新的经济政策 特别是如何将医疗、教育和科技等潜在领域向外资开放 中国政府在努力吸引海外和私人投资的同时 承诺优化市场准入 并发布了一份新的负面清单 明确了哪些行业禁止外资参与 这份指南强调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并指出将放宽老年护理、儿童护理等领域的准入限制 同时还提到了新兴行业 如人工智能和新能源 这将如何影响市场竞争和服务质量 然而在外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 市场情绪依然低迷 许多外国商会对具体行动的期待仍未实现 他们呼吁中国政府不仅要有言辞 还要有实际行动来促进市场的全面开放 到底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让我们一起深入分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 中国将医疗、教育和科技列为外资投资的潜在领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一早晨 中国国务院举行了一次常务会议 尽管会议内容一如既往的紧凑 但其发布的新版负面清单 却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这份负面清单详细列出了禁止外资和私人参与的行业 这是中国政府吸引海外和私人投资 以稳定国内经济增长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南华早报的记者李明、华明 对会议进行了全程报道 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在传递着这场会议的重大意义 李明在他的报道中提到 上次负面清单的更新是在2021年 而此次更新显然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及时回应 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 但国务院所发布的一份十点指南 却清晰地描绘了未来的市场准入蓝图 这份指南不仅称其为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支柱 更明确阐述了如何优化国家市场准入的方向 国内外投资的市场准入应更好地对齐 国务院文件中写道 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应对国内投资者也开放 对国内投资者的门槛也应适用于外资 只要不违反国际协议 这种开放态度的背后 是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吸引更多的外资 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进而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郭丽燕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这份指南是对企业和更广泛社会呼声的回应 他强调 政策必须以有效的方式实施 以确保真正汇集到民生 医疗 教育和高科技 潜在的投资沃土 国务院的文件列举了多个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如教育 健康和体育 作为未来开放的重点行业 文件还指出将放宽在老年护理 儿童护理和残疾人援助等领域的准入 在郭丽燕眼中 这些举措无疑是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保障 文件还提到了多个新兴行业 包括深海技术 航空航天 新能源 人工智能 可信计算 信息安全 智能铁路和现代农业 特别是先进技术和创新 以及数字产品的普及 被强调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在李明的文章中 他回顾了过去一年来 北京在吸引外资方面所做的努力 尽管面临外资历史性下降 和国内生产总值及消费增长放缓的挑战 中国政府仍多次承诺 为海外和私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点 包括完全取消制造业参与的障碍 上个月 国务院宣布在六个城市启动试点计划 允许或扩大外资进入某些行业 如娱乐 旅行社和指定非盈利组织 尽管如此 外国商会表示 他们仍在等待具体行动来匹配这些言辞 并定期呼吁全面和迅速地开放国家的市场 外资下降与经济下行 危机与机遇并存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9.1% 至4989亿元人民币 约合690亿美元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然而 在李明看来 这也是一个转机的开始 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低于年度目标约5% 而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5.3% 尽管经济数据不尽如人意 但在郭立彦等经济学家的眼中 这正是中国政府通过政策调整 来提振经济的契机 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的多项政策 无论是从市场准入的角度 还是从具体行业的开放 都在显示出一种积极的信号 与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命脉 关键行业 战略资源和重大公共利益相关的领域 将以考虑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方式进行管理 国务院文件中写道 这意味着尽管在某些领域会有所保留 但整体开放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新指南的出台 重塑商业环境的信心 这套新指南的出台 正值北京加大力度 提升对其商业环境的信心之际 在外资历史性下降和国内生产总值 及消费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市场情绪低迷 然而 李明认为 这正是中国政府用实际行动 来回应市场疑虑的时刻 通过优化市场准入 放宽医疗 教育和高科技等领域的准入 政府不仅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 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进而提升整体经济质量 政策必须以有效的方式实施 国立焰强调 这不仅是对政策制定者的要求 更是对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 展望未来 开放的中国 充满希望的市场 尽管挑战重重 但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显示出 其在开放市场 吸引外资方面的决心 无论是新版负面清单的发布 还是在多个重点行业的准入放宽 都在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中国市场的大门正在向世界敞开 李明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未来的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迎接全球的投资者 这不仅是一种奇迹 更是一种信心 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市场优化 中国的经济前景依然光明 充满希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中国在扩大医疗、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市场 准入方面的举措无疑是正确的 这不仅能吸引外资 还能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看看邻国日本 他们通过开放市场 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 提高了本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竞争力 中国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方式 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为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 天书 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中国的市场开放针能这么顺利吗 你看看印度 他们也曾大力吸引外资 但由于政策执行不利 和市场环境不稳定 外资反而逐渐撤离 中国的商业环境 如果没有实际改善 这些举措只会成为纸上谈兵 奇奇 你这魔说可有点黑暗啊 中国政府不是光说不做的角色 他们已经在多次政策会议上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 再说 连马云都说过 中国在未来十年将会成为全球创新的中心 我们应该对这些措施抱有信心 而不是一味的畅衰 哎呀天书 你别忘了 过去十年中国也承诺了很多市场开放的举措 但结果如何 外资历史性下降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 这些数据可不是我乱讲的 你说的马云 他自己都被迫退休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风险 外资看得清清楚楚 其其 外资下降的原因有很多 不全是因为政策执行问题 你总不能忽视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吧 再者 国务院新版负面清单和十点指南针对的是具体的行业和问题 这些措施是有的放食的 就像美国在经济低迷时通过减税吸引投资 中国也在做类似的努力 天书 我承认全球经济波动影响大 但中国的问题更多在于内部体制和政策的不透明 这些十点指南看起来很美 但能否真正落实 还得看时间 你知道的 光有政策还不够 执行力度和市场信心才是真正的考验 就像你家里做了一桌好菜 但如果厨师技术不行 这桌菜还是会砸锅的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